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《累死的小鸟》,一起来听。 这种鸟虽然美丽,但它每天忙忙碌碌都在筑巢,因而很是疲惫。 翠波鸟巢穴唯一特点是巨大,一个个架在树上,场面甚为壮观,但这些巨大的巢穴也不禁让人疑惑。 翠波鸟是一种小鸟,体长不过五六厘米,可它们建造的巢穴为什么比自己的身体大几倍,甚至是十几倍呢? 后来,有一些学者们发现,原来令翠波鸟忙碌不停的原因,竟是攀比。 这种鸟,攀比心里太强,容不得别人巢穴比自己大,一旦发现别的鸟新建房子,它便忙碌不停地扩建巢穴,最后两只鸟都先后累死了。 从翠波鸟的身上,我们可以明白,人生要想真正获得快乐,就不能总拿别人为参照。 要懂得过好属于自己的人生。 湖南卫视老牌综艺《天天向上》中,一直被大家视为模范爸爸的汪涵,分享了自己在疫情期间陪伴孩子的体会。 小木木虽然只有五岁,但是对于儿子的成长,汪涵并不敢松懈。 她不仅给小木木安排了英语围棋等课程,还要求她每天做仰卧起坐,俯卧撑和深蹲来锻炼体能。 此外,王涵还始终坚持一个原则,到目前为止,我拒绝加入家长群。 为什么呢?因为她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加入家长群的攀比大军。 家长群本是老师传达教学任务,与家长沟通的渠道,方便大家监督孩子学习。 但是,在现实中,有一些家长却不自觉地总是喜欢在家长群里展开比较大赛。 比如谁这次测试的成绩好,谁这学期拿到的荣誉多,谁家孩子才艺广泛。 这样的家长群,完全已经失去了本来的意义,确实是没有必要加入了。 作家刘庸曾说,那些生活在被父母比来比去阴影里的孩子,感受不到父母对自己的尊重,体会不到父母的肯定和欣赏。 他们的内心就像一片贫瘠荒凉的土地,缺乏原本属于一个孩子的生机和活力。 而一些真正爱孩子的父母,真正在意的是怎样去提升孩子,而不是把他们作为自己找面子的工具。 有句俗话说得很是贴切,生活的类一半是源于生存,一半是源于攀比。 我的朋友燕子就因为一亿攀比,失去很珍贵的东西。 燕子本来和男友恩恩爱爱的,去年情人节,两人还一起晒了看电影吃西餐的幸福照。 可自那以后,我便没怎么见到他在朋友圈发动态了。 直到今年疫情有所缓解之后,看到他整个人瘦,憔悴了不少。 我便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,没想到他郁郁泪鲜流。 去年情人节那天晚上,和男友约会之后,回家刷朋友圈,发现自己身边的朋友都在撒狗粮。 什么999朵红玫瑰,名牌包包,浪漫煮光晚餐,越往下刷,越觉得委屈和愤怒,心里像有小猫爪子在挠。 整个晚上,他都在想这件事情,越想就越觉得对男友不满,嫌弃他不够浪漫,不够大方,不够爱自己。 第二天就找男朋友大吵了一架。 之后,两人也经常会因为各种与人比较而吵架,最后两人感情破裂,分手了。 分手后的燕子十分伤心,茶饭不思,后来还因为工作出错,被老板吵了鱿鱼。 如今,他也终于明白,今天的结果是因为自己的攀比之心,选择性屏蔽了前任对他的关心。 事实上,与周围人比较,充斥在我们人生中的各个阶段。 生下来比谁长得快,读书的时候比谁成绩好,毕业之后比谁工作挣钱多,结婚之后比谁的伴侣更优秀,老了之后比谁的子女更孝顺。 可我们都忘了,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不在于和别人攀比,而在于做更好的自己。 这个世界,每个人都有遗憾的一面,也有美好的一面。 若仅仅计较于遗憾的一面,陷于攀比的困顿中,不免愁苦终日。 人生的幸福千万种,而不攀比的人生是最轻松的。 一个人不可能时时、世事都高于别人,总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。 所以,人千万不要做那只累死自己的鸟。 人活着,能做好自己,就是最大的本事。 与朋友们共勉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明事愿者。 朋友们共勉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